《詞曲 》 戲劇來源於生活也高於生活 一個舞台也像是一個世界 上演著不同情形下多樣化的人生 好的戏剧也是人生的缩影和隐喻 你在看戏剧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跟着角色一起望我大笑 一起泪流满面呢 导演每次要自揮完成戏剧作品 每天都要感受人生喜怒哀乐 他们是不是都会跟着角色一起有笑有哭呢 台戏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我很少哭 但是我能创造一些令观众感动的戏 所以观众看完一个戏会情绪有波动 情感上有共鸣 久久的不能释怀 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觉得一是和观众的生活情感经历有关 二是一个有可能他看到的一个和他心灵共振的好戏 戏剧可以令人再活一次 田森音导演认为 观众无论在哪里看戏剧 讲的都是观众和舞台之间的关系 舞台的设计 影响着观众观看的效果 观众在看的过程里面 接收各种讯息 体验不各样情感 然后就是吸收 通过观看戏剧 有机会反思人类的行为和态度 去剧场看戏剧 是舞台和观众一种交换 就好像可以在想象的世界中重复一次 或者说认识一次另外的人生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戏剧也是一种与观众约定好的艺术 戏剧让我们走进一个 时空更广阔的世界 戏剧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 那么戏剧世界是一个高度浓缩 人生看法世界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切片 也是时代历史的记录者 那么不同时代的戏剧 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类的精神世界 和人类的一种价值共鸣 《甜心音》引用英国文学家 沙士比亚的作品《皆大欢喜》 里面有一句台词 讲世界是一个舞台 每个人都有入场和离场 人的一生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一个舞台就好像一个世界 上演着不同情景下多样化的人生 我们可以在戏剧里面 超越这种生活的隔膜 我们可以去贴近 贴近我们的心灵 贴近我们的情感 通过演练和感受 不同其他的人生 理想还有追求 来扩宽我们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对生活的思考 对于自己的思考 和我们自己对于情感的一种共鸣 大心的鸣 小朋友们 我在14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朋友 这个朋友就是戏剧 在我痛苦的时候 在我觉得孤独的时候 在我想看到更美妙世界的时候 我就会走进剧场来观看戏剧 戏剧这个大朋友也很温暖 他鼓励了我的生活 我希望我把这句话给小朋友们 给正在成长中的小朋友们 那么希望我们一同来走进剧场 观看戏剧艺术 来结交这个大朋友